新闻股市 财业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今天周三 美国股市周二又出现了大跌 道琼工业指数收盘大跌了550点 这跌幅高达2.21% 另外标普也大跌了1.8%的幅度 纳萨克指数则是跌了1.7%的幅度 道琼的550点2.2%的跌幅 使得道琼回吐了今年所有的涨幅 换言之道琼已经今年是白玩一场了 回到年初当时的位置 不过还没有破今年2月当时 美股暴跌的低位 但是看起来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所以美国股市的一个空头熊市的形态 非常明显 那当然因为美国股市的大跌 也使得今天台股开盘是开低的 不过令人很意外的是台股今天并没有开得很低 价格股价指数今天在美国大跌的情况之下 只有开低45点 所以相对雅谷今天包括台股在内是抗跌的 毕竟因为美国股市已经跌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影响到全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益 这个边际效应已经开始慢慢在递减 这种刺激力道 已经不若当初美股开始10月暴跌那时候这么大了 或是2月份暴跌那时候 对整个全球股市影响这么大 所以雅谷渐渐有一点要走自己路的味道 包括台股 那今天是月期权的结算 所以今天期货开盘也很关键 其实开盘是跌71点 那中场期货还翻红 11月的台子期收涨了11点 那另外12月的今天转仓的台子期是收涨18点 所以期货走的比现货更凶 现货今天加渐股价指数开跌45点 开在9698点 加差两点开到9700点 盘中最低的收购到过9632 也就是说叫开盘点 再下去了有66点左右 换言之盘中最低的时候 曾经跌超过百点 不过收盘收在9741 如果以9741这个位置计算的话 离今天盘中的低点是拉上了有109点之多 所以收盘指数只有小跌两点 今天成交量有1013亿的成交量 所以从这个盘式看起来台股有反弹的机会了 因为今天拉出了一根红K棒 而且是带下影线 包括期货市场 这个12月的这个转仓的情况 外资净多单流仓部位在大台也非常的多 非常明显有4万多口 所以看起来外资似乎并不看淡12月的行情 当然这个周末就是重大的选举 以及下个礼拜的周末 这是美国跟中国大陆要进行贸易会商的重要关键时刻了 就是在G20这个会议上面习川两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会面 所以这两周股市会怎么变动 乃至于影响到12月的行情 还有就是现在目前美国已经进入到购物的旺季 这个购物的情况如何 造成美国股市周二大跌的主要原因 是油价再度的崩盘 油价在周二再跌了6% 真的是跌到不成人形了 这个油价已经是直直落 就是可以讲说是用非常恐怖 而且直接下跌的方式 在进行这个往下走的这种态势 另外就是美国零售股公布出来的财报 都不如市场预期 而使得美国大零售商 这大卖场target 这股价大跌10% 另外这个Core 这百货公司Core 股价也大跌了9%多 另外就是能源股的暴跌 因为油价大跌的关系 美国一些大的这个能源股 全部都是出现重挫的情况 3%到5%的情势 而使得美国股市再次出现了大跌的状况 好那这些呢 我们等一下在6点到7点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帮听众朋友来解析 台股以及最新的 这个国际经济情势的一些重点的讯息 好那因为今天礼拜三 我们有现场直播 所以我们今天是广播加直播 我们现场的来宾呢 是淡江财务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 段教授在我们节目现场 东老师你好 木博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段老师今天要跟我们来谈啊 央行不能说的秘密 台湾央行不能说的秘密 好那之前金周刊历次 屡次这个批判央行 金周刊可以讲说是对央行 最不加以辞涉的这个媒体了 屡次的这个批判央行就说 为什么从彭淮南乃至于到杨金龙总裁时代 都是弱势台币政策 就是新台币啊 就是主身不主贬 也就是说呢 央行都是放任台币贬值 但是呢 却是屡屡针对台币升值而做一些操作 做一些动作 那当然央行是不承认说有干预会事了 但是明眼人都也看得出来 有没有干预这样的情况 只要不冒犯到美国天条 不被美国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的黑名单上面就没事 好那这样子的央行的苦衷在哪里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他的出发点 但是从媒体的角度是希望台币升值 这个老百姓出国可以少花点钱 我们这货币购买力强 证明我们的这个国力强 事实上从这个PPP 这个评检指数可以看出来 台币也的确是有升值的 这种条件了 好那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请段老师详细来讲 央行的货币政策 以及呢 这个央行背后啊 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结构因素 那段老师 金多刊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这个金多刊是屡屡就是 一直在讲 央行应该要让台币升值要走升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币啊 每一次到29块 大概就升不动了 对不对 对对 这个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大致上我们都会看到 比方说最近啊 这个川普的政策的话 导致于所谓的美金啊 它的升息是已经是确定的 那当台湾如果不再调整 我们的利率政策的时候 那我们等着就是利差扩大 那这个利差扩大的话 也是导致于说 我们很多的投资人 都把自己的新台币都转成美金去存了 最近对 最近非常多 虽然我看到很多银行甚至一年期的定存率 已经拉到将近快3% 对 那相对于说 美元的啦 对 相对于说我们国内跟国外的利差 逐渐在扩大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抱的都是台币 而不是美金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抱的都台币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说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一年之后才会升多少利息出来的话 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钱放银行可能很不妥 结果都把钱又搬到股票市场 大家看到现在最近的股票市场 就是一个产字可以形容的 那如果说 大家这两个市场都很不信 如果说都很不信任的话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把钱放在口袋里面 大家都去追逐同样一个东西 例如说 大家都不买HTC的 都去买苹果了 这下子好水果店的说 苹果啊太多人抢啊 我不够了啊 所以我只好涨价吧 所以为什么低利率政策的话 会导致于一些物价会比较高 是因为货币有宽松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低利率政策下面 反而会使得某些物价走高 这个比如说比较明显的 民生消费的相关的用品 所以我们因为大家不存钱 我们干脆把钱拿出来花一花 因为大家会这样想 我买股票也是赔嘛 那我放定存也没利息 那干脆这个人生所为何来 人生就是要花钱 让自己先快乐一点再说吧 如果说信赖利率调到10% 我想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人一定不敢把钱从银行里面领出来 一定会放到银行去 就去存钱去 对一定会去存钱 所以市场上面的生产者 他绝对也会知道最明显的例子 那也就是3C产品 大家都知道你的口袋里面的钱太多 为什么因为银行的钱烟角木了 那个烂头寸一堆的话 那我有可能的我们放在存款里面的钱 大部分都会被稀释掉 都会被物价稀释掉了 那明年买 那干脆今年买可能会比较妥当 为什么因为明年买的时候 可能我的货币就会贬值了 为什么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如果用CPI去调整的话 明年这个时候的物价一定会比现在你的货币持有力 那个购买力还要来得贵 所以你通货膨胀的关系 再加上说我们的利率是一个低率政策的话 那我想应该最近半年来 或者是最近一年来的话 应该很多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把钱大部分都转到美金去了 那有没有想想看过说 我们的弊别 是不是有很潜在的升值的压力 这个确实是有的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说 我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请问听众朋友 你知道我们央行或者是各国的央行 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部分 如果没有学过资产负债表的人可能会认为是说什么叫做资产负债表 资产就是一个公司 它持有的一个具有价值性的一个资产 它的asset 负债最大宗的部分 那就是通货金额 什么叫通货金额 通货金额就是它到底印了多少钞票出来 整整的印钞 整整的印钞 我们看央行里面的国外性资产 例如说美金好了 但我不晓得说到底它持有美金到底的量有多少 它的资产部分90%都是国外的卷潮 百分之少部分的负债才是新台币 你看如果你的资产有90%都去存高利定存 你的负债是要付给别人的利息都压低非常低的利率 那你岂不是等到那边就可以赚利差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央行怎么赚钱 就是因为它的资产都是外币资产 相对它的利息都比台币高 当然啦 所以说呢中间它就有一个套利空间 所以台湾最大套利者就是央行吗 如果我们说看说 对如果说我们说利率不动的话 动到所谓的台币贬值好了 如果台币贬一块 那岂不是相对而言 在央行所持有的外币资产全部都会升一块 对啊就升3%啦 对所以我们看到说有每年 所以台币贬值央行会赚更多钱 是啊所以双率政策的话 其实对我们寿星阶级的话 我们真的是感受很深 所以邓老师说了一个央行不能说的秘密 所以为什么央行偏向台币贬值 所以因为它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关系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它持有的资产都是外币嘛 百分之九十的外币嘛 那它的负债都是就是台币嘛 对就是它的通货发行的进额 对其实我们上一次应该也有提到过 就是我们的外汇存底大概四千五百多亿的美金嘛 没错 那么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二到九十五是国外人持有 是外国外国外国人持有的 或者不然是就是他们汇进来的 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所保有的资产 应该只有大概不到四百亿而已 再加上我们的那个所谓的黄金 黄金 那加重起来大概是一点多兆而已 我们真正的资产才一点多兆 比我们台湾整整一年度的政府预算还要来还要来得少 如果今天政府没有收入光光靠这些资产去支出的话 我看一年就花光了 那如果一年花光我们来翻 一年就败光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到底央行是不是一个独立单位 通常在我们在教科书里面都会念到央行各国央行 一定要独立单位 而且是非盈利单位 那非盈利单位竟然他还可以上缴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获利上缴给国库 每年大概一千多亿左右 听说我们彭总裁在19年内 他大概上缴了三兆将近大到四兆左右 那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于四兆的这个钱 非常无感 你知道我们高铁盖一条高铁要花多少钱吗 高铁好像是五千亿而已 对五千亿啊 所以可以再十条高铁 那如果用四兆来看的话 那岂不是还可以把花东也一起把它改成高铁了 不但是这样可以环导 高铁可以环导 是啊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 它的上缴的过程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说 如果台币贬值 那当然它上缴应该是蛮正确的 对 因为它有盈余嘛 对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不只是有利差 而且 还有会差 还有会差 双差了 但是如果它缴了这么多钱出去的话 它的损益表如果全部都归零的话 万一有一天台币升值的话 那岂不是反而是央行变亏损了 就它的最大梦魇就是台币升值啊 所以段老师讲的一个重点啊 央行这么多年来每一年上缴千亿给国库 事实上它已经缴了几亿给国库了 对不对 对 三兆啊 那它基本上它就没有这个资产累积嘛 对啊 等到台币哪一天真的大幅升值的时候 央行整个资产负代表就要报表了 是啊 为什么我们常起来 所以央行就不能让台币升值啊 是啊 我是觉得说 所以秘密就在这边 secret 对 台湾长起来都是比方说扶植企业 要不然就是自己要这个政府这边要有收益 那如果说我们完全都是扶植这些企业 为了要让这些企业成长的话 我想已经有许多年了啦 那如果我们赞助的比方说我们央行的政策都在扶植这些出口的企业的话 那相对于进口的产品是不是相对就贵上许多了 例如说有一些厂商 他虽然也是出口产业的话 他要买国外的机器设备的话 是不是相对而言 因为我们台币比较是相对弱势的话 我们去买国外的资产的话 是不是相对就变得比较贵一些 那如果我们适当的升值一些些百分比的话 那是不是让这些国内的一些企业的话 可以有一些条件说他可以买到比较优势的一些机器设备 可能可以转型自己的企业的成长的一些条件 老百姓也是一样啊 对啊 老百姓也是像你小孩子在国外留学的 对不对 你要这个付美金付加币的付澳币的 对不对 对 或是说你今天出国去玩 你要换换成日元换欧元换美金换加币的 那你如果说台币是相对强势的话 那你是又少换一点外币了吗 但是你的这个享受不变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说 低利政策到底会不会影响物价 一定会的 那如果低利政策影响到物价的话 其实物价调高之后的结果 很多人就会想到说 老板自己的产品卖出去物价比较高 那是不是薪水应该涨 结果老板可能会反过来跟你讲说 因为我物价太高了 我买的进口设备 或者是机器设备也都太高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调你的心 所以如果说这个双绿政策的话 是不是会侵蚀到我们这些寿星阶级 这绝对是的 对寿星阶级不公平 但是对这个资本家是有利的 当然 尤其是做出口的资本家 是 是有利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台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而且你看到贫富差距有在族群性很明显 就是说你今天是做出口产业的 相对就是在台湾上面 好像感觉他们就是什么科技新贵之类的 相对比较有钱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内需产业服务的 什么百货业 然后这些媒体像我们媒体业 感觉起来好像我们薪水都不会涨 是啊 所以 听众朋友我没有在划分族群啊 不要误会我意思 不是就一个现况啊 就是做一个描绘了 对 所以如果最近有听众朋友想要出国的话 一定会发觉到说我们换美金 换的越来越少了 当然 31块了 所以相对而言 这不就是代表是一种物价相对上的调高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双率政策 一个是利率可以调高几个百分点 或者是说我们的汇率可以适当的升值 对我们的薪资结构 应该也会有适当的一种调整的一种 一种效果存在 那其实万一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因为央行的钱都已经脚裤了 那如果脚裤的话 我们升个一块钱 恐怕对央行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央行的盈与脚裤 实际是不对的一件事情 对根本就不应该要脚裤 他其实应该作为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累积下来 是啊是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他脚裤的总金额是四兆来看的话 基本上可以盖八条高铁 可是董老师 你说一年央行脚裤上千亿 对不对 政府一年税路也不过就一兆多 是啊是啊 所以央行的脚裤占政府税路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对对 那这样子没有这块的话 哇那政府的税路其实也会出现更大的短处啊 对当然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双绿政策的问题啦 那如果央行可以适时的在利率上面做一些调整 其实他的资产负债表还是会维持账面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不会有亏损的情况 那怎么调整呢 当然就是要升息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准会从2015年第四季以来啊 已经升八次了 马上12月可能要升到第九次啊 那明年还有可能升两到三次啊 可是呢 在美国联准会升息这段时间里面啊 我们央行是 这个八风不动了 这个完全 不没有升息的打算跟准备 好连续九季 九个季度维持我们重叠线率1.375 好那这样子是对的吗 是对老百姓是公平的吗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好这个段老师刚才啊 拆解了央行的秘密了 好这个把央行不能说的都告诉大家了 好这个央行当然不会告诉你这些了 我每年缴裤一千多亿 我怎么缴出来的 我就是靠海外资产 这个利差 或是呢台币的这个贬值 好所产生的汇差 好这样子两差亿之下 不是两差损 两差亿之下 他一年可以缴裤上千亿 那上千亿在我们政府税入啊 可以快到十分之一了 这很大的一个数字啊 那没有央行这个缴裤的话 那政府税入会更辛苦 因为我们现在税入税出已经米不平了 已经是短处的情况了 好所以央行当然有这个缴裤的压力 可是段老师有讲说 哪一天台币如果大幅升值的话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因为年年缴裤已经缴了几兆给 中央政府就花掉了 那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出现严重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的问题 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那到时候 他的负债会远远大于资产 到时候央行就要破产了 对不对 对啊 那央行破产还得了 那一国央行破产 那这个国家的整个货币就破产了 所以这个非同小可的事情 所以怪不得 央行就不能让台币升值啊 他也不加息啊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你看今天应该新闻都有讲说 我们的金融账又流出去 七十八亿 对啊 第三季 好 那你不升息台币偏向贬值 那当然老百姓也不是傻瓜 就把新台币就拼命换美金 是啊 那拼命换美金呢 就变成金融账的净流出了 对不对 就变国际收支上这一块 台湾的心理的这个沉痛的负担了 好 那现在银行也大量的吸收 这个老百姓的美金定存 甚至有银行已经到了将近三趴 年息哦 还不是三个月哦 年息快是喊到三趴 那再加上美国年准会 如果持续再升个三四次的话 那美元的定存利息还要更高 那台币不是要更偏向贬值了吗 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说央行到底为什么不升息呢 就刚才段老师已经讲了这个秘密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量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段三文老师 再继续帮听众朋友拆解 央行整个货币的结构 段老师今天有准备两张这个图表 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new98官方粉丝团的脸书网页 你会看到这两张图表在我们的笔记本上面 那这两张图表 一张是央行的通过发行额 M1B跟M2 三条的这个线形结构 另外一个呢 是央行的重贴线率 就是三大基准利率里面其中最重要的重贴线率 还有低银行的一年期的利率 好 亿银跟重贴线率的比较 还有一个CPI的年增率 好 这四条线 好 那段老师我们先从通货发行额来讲 我们先从通货发行额 那其实有很多的人都不晓得说 到底印一张钞票出来 到底市场上面会流通多少钱 其实要这样说 一个国家要有银行的存在 那银行就透过存款再来放款的话 它可以让这些钱变多了 传速效应 对 这个是传速效应 传速效果 那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不晓得说 这个成速效果是什么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 当央行印了一千块钱钞票出来 你应该会拿去银行存吧 那你存完之后的话 央行就把你这个一千块拿出去放款 但是啊 这个央行的法规里面有规定说 你是银行 你不能完全把存款的钱拿去做放款 一定要留部分的钱留在你的银行里面的金库里面 要不然呢 你就要回存到我的央行 存款准备率 那这个如果你回存到央行的话 这笔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就表列在负债端 那负债是他的负债 因为他印一张钞票出来 代表是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资产代表 这个政府央行的负债 那如果是他的负债里面 如果是多出来的钱 也就是说 这些银行有一些钱 他是不能拿去放款的 他要么就要锁在他的金库 要么就要去回存央行的金库 那如果是回存央行的金库 这笔钱我们就叫做准备金 如果央行印出来的钞票 我们叫做通货金额 好那这边有三个名词 先问一下听众朋友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区分 钞票再来通货 再来是货币 这三个怎么区分 那可能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大家都说 哎呀这个三个东西不就同一个事情 就是money嘛就钱嘛 但是在对央行来说的话 这三个可是不一样 那我们说钞票是什么 钞票就是纸账的钞票 钞卷 钞卷 那什么是通货 通货就是纸钞加硬币 那什么是货币 那货币就是学术的专有名词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1000块存到存者里面去 你那个存者里面的那个数字 是不是通货了一种 也是通货的一种 所以说如果这个经济体系 如果银行越多家 开的越多 那么他可以创造的货币就越多了 所以听众朋友 你如果在FB上面的话 你可以把第一张图形 把它打开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最底线的 那个蓝色的曲线 那个就是央行的印钞票 到底印了多少钱出来的意思 通货发行额 对他躺他躺在最下面 央行叫台湾银行印的东西 对对对 那个央行自己印 是央行授权给台湾银行去印 那个是到底印了多少钞票出来 还有包括铜板 这个铸币铸币铸币铸出来 所以你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上面那条曲线 是红色的曲线 那当然这个就是货币供给额了 那货币供给额的话 那大致上我们台湾有分成M1还有M2 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国外的 国外的央行他一般都不分为M1A跟M1B 在所有的教科书里面 英文的教科书里面也没有 也看不到M1A跟B 国外是M0 M1 M3 他只有M1而已 M1 那在M1A跟M1B里面 我们差别的地方在于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加进所谓的 储蓄存款的功能 储蓄存款的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你如果去存款的话 我们个人户去存款 通常都是开储蓄户头 也就是这个跟公司户头是不一样的 那公司户头跟我们个人户头的话 我们个人户头绝对有一个储蓄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有加 利息比较高一点 如果你有 储蓄的利息比较高 不只利息高 因为它有复利效果 那如果说 家境有活期储蓄存款的这一些金额进来的时候 就叫做M1B 所以通常我们看M1A比较不准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先看M1B M1B就是有加这个 有加活期储蓄存款 还没加定存 那你听众朋友 你如果有看到那个绿色的曲线的话 它是更在上面 这个是加上所有的准备货币 所有的准准货币 例如说存款的任何的外币存款 定存 还有信用卡 还有等等的外汇的部分 都加进来 由政储蓄全部加起来 所以如果你用绿色的曲线跟蓝色的曲线去比的话 目前我们的M2 也就是M2的部分 包括定存 包括外币存款这一些 把它加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大概整体的M2的金额 目前9月份的资料是43兆左右 43兆 就是那个绿色线那个位置 对 那如果是央行的准备货币的话才4兆 所以扩张10倍了 透过金融机构 我们把央行所印出来的钱 放大10倍效果 这个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钞票印出来 一张的成本也蛮高的 如果叫民间去开银行 可能会比较便宜一些 对政府来说 所以基本上这个通过印出来之后 发行出来之后 它透过银行的存款放款 存款放款 它就会产生 这个从4兆变到43兆 这个叫做乘数效应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M2金额 每一个月都在往上走的 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物价绝对也会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们的CPI虽然微幅调整 但是我想应该民众最有感的 就是我们的吃跟喝 是变得非常贵 我们有很多的商品 都被3C产品所评减掉了 因为我们的CPI 3C在掉下去 对3C在掉 这个其实3C的价格会掉 也是我们在一种 比方说Intel它的创办人之前 有讲过一个定律 那我们称为莫尔定律 那莫尔定律的话 大致上就是说它的机体电路 大概在18个月 就会还有另外一个世代出来 那18个月之后的话 那想必这个世代的晶片 就会跌停板了 跌到非常低的价格 莫尔定律就是 它的那个奈米化 就会产量就会增加一倍 每18个月产量增加一倍 记忆体啊 就是说原本在一平方公分里面 可以镶一个记忆体的话 那你如果要扩张一倍的记忆体的话 大致上就要花18个月 那在2010年之后的话 这个时间拉长了 拉长变三年了 所以时间会越来越长 这个我们称为莫尔定律 那这个莫尔定律存在的时候 就会造就所谓的3C产品的价格 是会下跌的 这个我们CPI也就因为这样子 很多的产品都被评减掉 但是我们吃喝的那些物价 确实我们都很有感 所以就有一个学者讲过嘛 我忘记是不是Freeman 他讲说任何的通膨现象 就是货币现象 是是没错没错 好像是Freeman讲的 其实有很多货币专家 他都会用一个这个公式来去表达 这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公式 什么公式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请段老师来告诉我们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 是淡江大学段昌文老师 这个段老师提供了两张图表 我们有听众朋友说 我们看不到这两张图表 那刚刚一品跟我讲说 是手机上是看不到 所以要进到我们 New98官网的 这个FB官网的相簿 对不对 要进到相簿里面 才会看得到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到相簿里面去看 这个段老师今天为大家 所提供的两张表格 当然第一张表格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M1 B M2 还有通货发行进额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段老师刚刚已经讲得 非常清楚 那我们前面两段也把央行 不能说的秘密 告诉听众朋友 所以听众朋友 你大概对台币升值这件事情 你死了心了吧 因为央行绝对不会拿石头 砸自己的脚 因为尤其这个石头砸自己脚 会把这个脚砸得粉身碎骨的话 央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大概对台币大幅升值 你要死了这条心了 不管哪一档执政 大概都没有办法 所以有听众朋友在问说 问段老师说 那段老师 是不是可以把台币换成美金 去存定存呢 段老师你在看法如何 其实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说 现在美金已经走到最后了 就是对台币的升值 但是当然你说还要再赚一块钱的话 你自己去算三万块就知道 你有多少的本 你可以换多少的美金 例如说你用一百万元的台币 去换成美金 其实也才三万多块 那如果我们台币涨一块钱 那你觉得你可以赚多少钱 也是赚三万块啊 这个这么少三万块 美金升一块钱 对对 台币贬一块钱 台币贬一块钱 美金升一块钱 你可以赚三万块 对啊 只有三万块钱而已 所以你一百万要赚三万块钱 那你再存个七天的高利定存 划算吗 所以目前很多的银行开的高利定存 很多人会讲说 我存台币更没利息啊 我台币的话 我不动如山 这个利率才1.1而已啊 其实大家都在赌万一啦 就是万一明年啊 美金开始回贬了 所以他升息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啊 怎么说呢 因为因为我们台币现在已经大致上是 已经到顶了啦 31块 对 31块 我是认为已经不会再贬了 不会再贬了 哦 如果是这么有把握 对 我是认为啊 所以现在去换美金的人是傻瓜 除非啊 除非这个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 还在持续的这个升息 可是明年大概要升两到三次啊 12月还会再升一次啊 问题是我们台币升息的空间非常大 问题你刚刚也讲了 央行就不愿意升息啊 不然过去酒计央行为什么都不动 他要升他早就应该升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利差环境 如果我们的外汇存底 如果再持续再往外流的话 其实不得不啦 如果说你再不把本国的利率 跟外国的利率的利差 把它拉近一点的话 其实很多人那个头脑都很聪明的啦 都会把钱搬到国外去啊 我觉得央行在等一件事情 他在等美国降息 就救了他了对不对 反正呢你这个升完了再降 我不升不降 我是以不变应万变 所以他在等美国经济崩盘 股市崩盘 然后联准会降息 这不是不可能呢 川普昨天周二美国已经喊话了 叫联准会要降息 他不是叫联准会停止升息而已 川普现在已经加码了 他说联准会现在开始应该要降息 对 川普已经进步 对如果说用利率环境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不动 但是我们有升值的压力 就是我们台币真的是有升值的压力 只是我们现在压抑中 就是相对而言 我们还是在保护出口的厂商 那如果我们可以适当的采取 用一种升值的策略的话 那是不是相对而言 对于某一些厂商 他可以在就这个环境来看的话 应该就可以适时的调整 他们自己的体质 所以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你有没有一个感受 如果你是一个英明的家长的话 你要叫你的儿子女儿去读什么戏 他将来要去从事什么工作 一定要去从事出口方面的工作 对不对 最好去读理工科 然后呢去进到科技业 对不对 天时地利行 在台湾天时地利的行业啊 大家 你如果叫他去从事观光啊 从事旅游啊 你肯定是害了他吗 对啊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你看最近的科技业啊 我们的科技业也跌得非常惨啊 这个当然真实就不一样 你不用听他们担心啊 他们他们会 董娘会每天卖九张股票 不用申报 这样卖一年多 然后可以卖两亿 可以拿回两亿现金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图 对啊 我们时间两分钟了 要赶快讲一下 其实第二张图的话 我是要表达说 我们最上面 比方说你看到 如果最左边的图形的话 是央行的重贴限率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 央行的重贴限率 跟一般银行的定期储蓄存款 一年起的到底哪一个会比较高 以目前来看的话 一定是重贴限率高 一定是重贴限率高吗 对啊 定期存款的话是低于重贴限率 对 所以 大概低大概一码左右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定期 我把一码的一年的定期 储蓄存款的利率 画在图形上面 那是红色的曲线 那浅蓝色的是重贴限率 大家一定会认为说 我可能画错 不对 在我们看一下 在04年以前 红色的曲线是超过重贴限率 所以是不是银行也有加码 让所有的定期存款的利率 往下调整 有哦 对 你看一下这个图形 如果你看一下红色的曲线 跟蓝色的曲线 在2005年到2004年以前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一银的一年期的定期 储蓄存款利率的话 是高于重贴限率 对 之后的话 重贴限率才是高过 所谓的一银的储蓄存款的利率 所以我们国内的银行头只薄 是啊 所以你看一下 卡油老百姓就对了 以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 正好就是在05年那段升息期间 他就故意不升 对 他就不升定存 是是是 所以我们的利息 我们小老百姓的利息钱 到底是被谁掏走啊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大概就知道 一银要不要出来说一下 讲清楚说明白一下 所有银行基本上都会 都会有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是那个波动 波动曲线的图形的话 那个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率 CPI 通货膨胀率 那如果我们对照一下 我们这些利率的话 我们会发觉到说 高利高利的存 的时候 我们的通货膨胀率 就会比较低 好 呃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下礼拜再请央 再请段老师再来把央行的历史 再讲一讲告诉大家 再来把央行的历史